原路14年,春,三月 每年春天,幕府都要向东山天皇和陵园上皇进贡 作为回礼,天皇派遣使节到江湖幕府回房 其中,东海道的新京是使节必经之地 贺乌作为当地唯一家豪华旅馆遭了秧了 这帮使节白吃白喝不说,还没没所钱财 不过,旅馆老板办兵位也不是笨蛋 马屁拍的叮当响,还讨了副字 嗯,丑是真的很丑,没办法,自辱欺人嘛 实际上,原路时期的丑远不止如此 原路8年10月,幕府将军德川刚及 颁布了几位荒唐的生类怜悯令 共建造290栋玉犬小屋,蓄养野犬8万余头 这一工程耗费20辆建造费 全被以玉手穿不停的名义摊派到下属搁饭 至于每年10万两的伙食费 则由幕府辖地的农民,以及江户厅人 另行缴单附加税来解决 自然的,接待天皇使节这种 极为耗费钱财的事儿 也通通谈判到各藩番主 这不,今年的倒霉蛋轮到赤随番番主前沿 彼时,幕府体制大的加强 各藩动辄被减锋、改议 甚至强加繁重的工程和劳役 使得各藩番主苦不堪言 极权极具的后果就是 手握重圈的牧尘们多宠了香饱饱 贿赂之风由此送行 借着手中的权势 牧尘无不以各种名目公开收受贿赂 但是,凡事总有例外 这赤随番番主前沿 就是个不上道的家伙 面对将军宠臣柳泽 其他人真品钱财 都是种香种香地送 前沿不,他就送了几条咸鱼 说起前沿 首席老中吉良也是恨得牙痒痒 按说,接待使节这种事儿 前沿离不开吉良的礼仪之道 但那家伙就是没动静 不仅如此 吉良去年弄了个盐厂 跟他讨要致言方 竟没一口回绝 听完,柳泽笑好说 那你得让他吃点苦头了 和吉良比 柳泽的工作简单很多 他不去搞那些番主 他只对上 吉良探头一看 满屋子美女 简直是天上人间 怪不得将军走到柳泽家来 原来如此 实际上柳泽所做的 远不止这些 为了讨好将军 柳泽甚至主动献出妻子 说着,吉良撇了一眼妻子说 你,哎,够呛 终想着怎么治前野呢 本有车马费到了 和前野同级的伊达 照旧是上农丝绸和金盘两项 而前野 他就真的只送了点半首礼 其实关于送半首礼这件事 下属们也绝不妥 但前野执意如此 在前野看来 吉良指导礼仪 是旅行工作职责 怎么现在弄的 本职工作也要送礼 贪污腐败 乌烟瘴气 想什么样子 这的确是前野的性格 种植善良 秉公办事 也或者说 认私礼 不过 也正是因为前野的这种性格 赤随番上下联名 比之其他番国 行政效率高了不止一个等级 后天使节变道 迎来送往 怎么着也要去伺候三天 前野不舍弃子 话里话外的 破为忧伤 更让前野头疼的是 偏偏这个时候腰伤发 钻心的痛 吉良哪管这个 该视察知察 该批评批评 不过好在 现在这个布置 上个月就检查过 再看也看不出花来 眼看视察结束 前野忍痛道 一切还请你多多指导 吉良点头微笑 说 你这个位置嘛 上下搭点是最重要的 接待官就意味着送礼 明白吗 对你见到的人都要礼貌 礼貌你懂吗 礼上的貌 秦也当然懂 秦也只是不屑 不屑加鄙视 看前野一言不发 吉良怒了 接待天荒时间 怎么能用旧榻榻米呢 全给我换成新的 前野不接 五百张榻榻米 怎么可能一夜之间 全部换掉 再说了 之前不是说好的 不用换吗 吉良拢了一阵 悠悠地说 也可以不换的 看你怎么花你手里的钱了 看前野还是这副死样 吉良也不再多费口舌 必须换 否则你就是大逆不道 为什么不顺着他呢 对前野来说 这不是花钱多少的问题 这是原则问题 僵持一阵 袁武建议说 如果把江户窒息商 全部召集起来 一夜时间够了 话音刚落 下属们即刻四处奔走 磕头的磕头 磕头的磕头 遇上实在不答应的 切腹也是在所不辞 傍晚 袁武在江户重交 劈一开阔地 全江户的窒息商聚集于此 加班加点的赶 鱼找鱼 虾找虾 乌龟找王八 重规武士找重规窒息商 酒鬼武士 当然找酒鬼窒息商 绝部找到酒友的时候 天一中黑了好一会儿了 更不巧的是 酒友正和长枪教头 表兄玄翻斗酒 一时真走不开 怎么办呢 绝部只好亲自出马 代替酒友上场 和这家伙 斗酒论勇雄 经过一夜奋斗 第二天中午之前 500张展新的榻榻米 如期完成 这么大的难题都能解决 尽量躺平了 所以 当前野再次请教问题时 尽量选择沉默 被计量难为的事 很快再全力传开 还有鞋板提用前野 接待不会有太大问题 但计量一定会找茬 所以 不管他说什么 你一定要装聋作哑 否则 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倾家荡产 鞋板的提醒不是无中生有 但对前野来说 听和不听 都是麻烦 不听是故意为上 听也是故意为上 接待会最后一天 按照流程 前野是能乐款待使节 但其实 使节们已经疲惫不堪 只想吃饱睡觉 毕竟 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将军一样 包场贴上人间 眼看接待就要结束 脊梁连而来的怨恨 也累积到顶点 竟直接当着一打的面羞辱前野 训事不给看不说 低级下流的难听话 也一股脑冒了出来 乡村野父 你想干什么 目中无人 怒容满面 看到你我就觉得恶心 面对脊梁的故意挑衅 前野终于还是忘记了 血板的提醒 把刀砍伤脊梁 万幸的是 使节们在另一头休息 每天一夜打斗声 此事一出 江湖从内炸了锅了 幕府当即派人调查 看的意思是要严厉处理 好在 一项与前野交好的田村也来了 前野 听说你当时神志不清是吧 外面都这么说 前野一字一句清晰回答道 不 我很清醒 请处罚我吧 当天下午 张俊吉发出命令 让前野切服谢罪 而引起麻烦的脊梁 却没有受到任何冲罚 在明媚的春天 如雪的樱花树下 一个年轻的生命 就将悄然逝去 是随番番主前野 年仅25岁 和前野的脊梁死去相反 脊梁家门庭若市 各番番主轮流拜访不说 自小送去上山家的儿子 左兵卫 也第一时间赶了回来 左兵卫 救救我 我还没享受过财富和女人呢 借良颤抖着说 当天晚上 江湖大雨 雷声轰鸣 暴雨如注 千野家臣宣义三平 从江湖飞脚 一刻不歇 飞奔赶往千野林地吃随城 为了抢时间 甚至来不及躲避路过行人 就这么着 原本八天的路程 弄是被缩到五天 番主切服的恶号传来 成了一片死寂 紧随其后的是无休止的中场 所有人都想知道 家老大师的最终决议 到底是县城 还是血战到底 掌管财务的大爷说 当然是战斗到底 我们的命都是前番主的 不过 战斗之前 大爷还有些事要做 工价放出去的钱 大概有五千两为收 打仗肯定是要钱的 懂钱收上来再开战 大师点头道 有道理 不过要快 血板已带三千兵马赶来 又二日 未等血板军队到呢 米正位就开始出逃 当然 包括大爷 大师不是没有怀疑过大爷 但在这结果眼上 他选择了相信 万万没想到 这次大意 竟造成如此损失 大爷这一逃不要紧 范里财产被金属带走 加之 脊梁伤势权余的消息已被确认 于是 大师决定 宪成 并且恳求幕府老仲 让前夜的弟弟大学 寄人范主 重建吃随范 大师这一决定 并非所有人都支持 但是 大师不准备改变心意了 会议结束 愿意支持大师的留下 并且将自己的名字 签在血实书上 最终 300多家臣 只有97个人签字 虽说是县城 但该做的工作还是要做 重强破烂的地方 修修补补 高级机密的文件 复制一句 写板到达前一天 大师还有意外发现 上山家家老兵部 派了舰帖来 之前谣传 鸡狼已死的消息 就是他们散播的 大师知道 兵部是想确认一件事 秦也的这些家臣 是否要复仇 一切工作做完 就剩下重续性的交接了 只是 写板不明白 为什么要宣冲 按照写板对秦也家的了解 该血战到底才对 大师解释说 战斗与世无补 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与之相比 努力恳求幕府宽恕 恢复吃随番才贡献实 严毕当时哭诉道 还请您 还请大人帮忙 向幕府重包我们的请求 至此 秦也家臣正是被解散 无论官职高低 都不得不卷扑该走人 但是 兵部始终不能相信 在他看来 大师现成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要治脊梁死地 什么回复范地 不过是掩人耳目 想到此 兵部马上报告脊梁 好好好 你做得很好 哎呀 打打杀杀这些事真烦 你知道吗 我努力成为老中的原因 就是避免武士 因为一点小小的摩擦 就送了性命 对我来说 武士都是些傻瓜 兵部听着 听着 只感到心里越来越凉 越来越凉 那天之后 左兵卫 被代替兵部出面 为计量招募保镖 说到保镖 左兵卫第一个想到的 便是江湖长枪教头 表情玄番 不知不觉一年过去 三月 樱花开变 重视前夜一周年计 可是 奇怪的是 大石消失得无影无踪 祖青鸡右伟们 找到大石家的时候才知道 大石沉迷七元一季 已经多日未归 好像在撞不听的剃屋 太太说 鸡右并为吃了一惊 道 剃屋吗 我妹妹阿青在那工作 这世界说大也大 说小也小 鸡右伟们不知道 阿青之前说爱上的男人 是同为亲也家臣的 宣言三平 话说 大石自离开赤水虫一年以来 改头换面 全天24小时抛在一级关 开始的时候 外人迷糊 时间长了 连自己人都开始糊涂 那个勤政的大石家老 怎么会堕落至此 忌日 什么忌日不忌日的 大石搭了眼皮说 武士都讨厌 还是一级好 大石沉迷的消息 很快在京都传开 从前的家臣们 无不感到愤恨 连族青 急救委们都说 中年男人一旦迷路 就很难回头了 可是 大石果真如此吗 某个傍晚 一无名浪人出现 口口声声 要宣言三平长命 问了才知道 那日被撞倒的老父 不如就去世了 宣言明白 作为一名武士 为我以死谢罪 不过 离开之前 宣言认为心事为良 家老 请你告诉你的真实意图 大石沉思一阵 坚定地说 就是你想的那样 我一定会做到 如此 宣言便再也没有牵挂 当晚 迎着明媚的月色 从容赴死 听了宣言切腹的消息 大石悲痛不已 烧情 大石突然起身说 我的麻雀今晚死掉了 我们来做游戏 给它守灵吧 说完 大石亲自上阵 给每个人抹上眼泪 月底 随着急凉招募保镖 渐渐放缓 大石的行动 便也重视开始提上日程 出发之前 大石发出指令 所有人各自谋生 农开店的开店 农卖菜的卖菜 用商人身份隐藏自己 并且 不管遇到再好的机会 没有大石的命令 谁都不可对脊梁下授 四月 樱花开的众盛 本是交友好时间 可对前野家臣们来说 这是个悲伤计 大石决定了 休了妻子 如若不然 他和孩子都会受到牵连 敏了休疏 夫人没举怨言 共没掉一滴眼泪 临走 夫人也只是淡淡地说 请你多多保证 此一别 大概就是阴阳两隔了 长子梁金望着远去的母亲 感慨道 她不知该多伤心 梁九 大石叹了口气说 你母亲很温柔 而且坚强 话说某日 江湖城来了块巨石 这巨石力量之大 甚至压塌了进城的桥 据围观行鸟商说 这是柳泽大人新居的观赏事 既然柳泽建新居 吉良又起农不见 吉良不仅要建 还找了江湖最好的木匠 甚至还计划修个秘密地道 自从兵部生病 上山家的事就全由左边位说了算 老爹没钱不要紧 上山家有钱啊 左边位一口气给找了50个保镖 不过 不包括表情悬翻 上山家只开个市场价 这那些看不起人嘛 绝不心想 对 价开得高高的 最好谁都请不起你 不过 潜入吉良身边的妻子说 50个保镖只是暂时 左边位准备雇200个人呢 言毕 吉良马上补充道 听说还要修个秘密地道 说起地道 图纸就不能少 说起图纸 木匠妹妹就不能少 说起木匠妹妹 这还得刚也来 短短半个月 只送过两次米 刚也的任务就基本要完成 什么 结婚 你认真的吗 木匠进的下巴都要掉下来 到底是年轻人啊 感情来得这么快 不过也正是因为是年轻人 感情来得不仅快 还很真 但说到底 五十也是人嘛 世人就七情六欲 遇到喜欢的 一切自然然了 某日 毫无忠照的 吉良突然出现 据调查 是去拜访柳泽 隐藏一点多 就懂得这老家伙 严界五十耐不住了 说着就要动手 最后 好在被及时发现 如若不然 后果不堪设想 大街上很多前野的人哦 你怎么还敢出来 柳泽调侃道 吉良摆摆手 听说你家着火了 我必须来看看 柳泽大笑 说 因祸得福 没亏 还大大赚了一笔 隔了些天 刚也和木匠妹妹陷入热恋 于是 图纸的事也顺利提上日冲 哥哥 图纸借我 刚也要拿回家给父母证明一下 否则 他们武士家看不起我的 木匠当然不借 木匠的图纸 就是武士的借 怎么能借出去呢 但当听妹妹说 只要吉良宅的图纸 木匠傻了 武士 那吉良宅的图纸 这 有点意思 想到此 木匠丢下抽屉钥匙说 我出去了 别动我图纸 千万别动 拿到图纸的那一刻 刚也悲喜交加 为任务喜 为感情悲 同一夜 表兄玄番被上山家雇的消息 也传到绝部耳朵里 如此人物 真做了吉良保镖 后果会非常严重 交手后才知 表兄玄番之所以放出这个消息 是想确认一件事 现在 他确认了 圆楼15年年底 大使结束了京都筹备 重视进攻江湖 为了行路方便 大使一雄人 伪装从天皇使节 名义上是送祭品 自然的 路过新京 也必须住在贺物 按照惯例 使节送祭品 清单必须交旅馆上报 大使也不例外 只是 这清单上一片空白 僵持一阵 大使朝半兵卫 微微点头 半兵卫这才注意到 明晃晃的前野家文 使节来访的消息很快在新京传开 自然的 地方官不会放弃这个巴结机会 但半兵卫难能允许 进去一切就完了 说时迟那时快 没等地方官开口 半兵卫哗啦一声打开卷轴 说看这笔记 你认得不 你有资格进去吗 混了过地方官 半兵卫即刻将卷轴教育大使 别看这自愁 一路上有用着呢 靠着半兵卫的帮助 大使一行人安全到达江户 入住小山屋 没几天 脊梁新居落冲 桥前验射的14号 那正是前野切腹的日子 得到消息 大使即刻发出命令 最终行动日13日晚 行动准备到此 也该和秦野夫人报告了 可是 当大使见到秦野夫人时 却意外地发现 一个叫阿梅的松脸 浑身透着机灵劲 做行动工作几十年 什么牛鬼射程大使没见过 这阿梅古怪的很 两晚酒下肚 大使红着脸说 夫人真是抱歉 我们准备退一山林了 现在的生活太穷困 也没人肯顾我们 实在支撑不下去 没等大使说完 秦野夫人早已泪如雨下 就这么着 大使连一柱箱都没烧 便灰溜溜离开 莫良 交了一份秦野遗物后 大使拱业着 足入茫茫大选 十二日 这天注定是个悲伤的日子 刚也躲着木匠妹妹不能见 一记连着劲童不让走 不知是情到深处 还是别的什么 劲童甚至将行动 告诉了女人 我们要分别了 送别的时候不要哭 劲童说 同一时刻 绝部准时赴表兄玄番的酒会 斗酒 最后一次斗酒 不过只羡一杯 为什么 百分选环问 绝不哭着脸说 不行 今晚不行 今晚不行 入夜 前过血缩的武士们重新聚首 大家见面只是点头 没有人说话 一功 来人三十九 二功 来人三十九 三功 来人三十九 气氛渐渐变化 又无实质疑说 会不会那些没来的告密了 大使力声道 不来的同志 必有不得已的苦衷 我们无法确定什么 我们能做的 就是相信他们 大使的话不无道理 急于我们高烧三天 已经无法下床 可即便如此 还是拼着命爬出家门 再说尽童 本到了要走的时候了 女人反悔了 威胁道 如果你走 我就告发你 你要么选我 要么杀了我 你看到四公 陆陆续续又有人来 最终总计47人 行动命令如下 四公中想 分别从前门和后门进去 不许伤害 没有武器的路人和妇孺 四公天 无风 大地残牌 就在大使义凶人 进宫脊梁之时 埋伏在前夜夫人家的阿梅 也伺机行刺 妄图拿到大使留下的 前夜遗物 原来 那份所谓的遗物 实则 是为复仇所准备的收支记录 前夜藩主佛氏费 146两 主家再兴运动费 44两 来回旅费 282两 勤宽浪人生活费 60两 中式江户房租费 150两 武器购置费 10两 杂费 5两 总计 697两 比大使从前夜夫人处 借的多了7两 这多出来的部分 由大使个人指出 账目结尾说 一切都没有浪费 都是为今晚准备的 在大使的指挥下 47人身穿江户 火灾消防队的衣服 凭借夜色掩护 展开副手行动 为了表明身份 以及 作为万一战死时的识别标志 全员着黑色小袖 并披挂古影 搅拌 小秀秀员坠白色晒木面 右秀书写本人姓名 美人胸前挂小笛 再发现脊梁时吹响 以令全员知晓 另外 一镜内缝入金子一份 怀内藏钱摆完 同时 并干凉些许 已被不时之需 除此之外 大使还制定了16条 复仇行动细则 1.在最终行动之日前 全员先于三个地点集合 本所领厅五丁目 绝部安兵卫之宅 本所三目红亭 山野十平次之宅 本所二目向生厅三丁目 前员一柱之宅 2.最终的集合地点 为绝部安兵卫之宅 3.务必按照预定时刻准时出发 4.斩下脊梁上野界手机者 需用死尸的上衣 把手机包好拿来 5.事成之后恳请幕府官员 将上野界的手机拿去主攻目前祭拜 6.几梁左边位一周的手机扔掉不要 7.事成之后 务必带着我方的负伤者一同撤退 实在伤重者割下手机带走 8.发现或杀死几梁父子后 虚吹小敌以令全员知晓 9.一旦民中便全员撤退 10.撤退后集合地点为无缘寺 如果不能进入 便改在两国桥桥洞集合 11.在撤退途中 与附近乌夫清点人数 最后撤往无缘寺 若碰上幕府官员 便将事情经过巨石一高 并表明心境 期间任何人不得逃脱 12.务必仔细搜查几梁底 分出胜负 13.如果胜负未决之时 幕府官员便已到达 务必紧闭大门尽量拖延 14.胜负决出后 方可打开大门 集合全员向幕府官员报告事情经过 15.撤退的出口为立门 16.全员必须报定必死的决心 即便粉身碎骨 也要达成目标 此次复仇战斗持续两个小时后 吉良一方46人 上20余人 而吃碎浪人一方 仅有4人受伤 完成复仇之后 47名浪士带着吉良的首级 到了前野买骨的全越寺 把首级供奉在旧主面前 除了一名叫吉尤卫门的族亲 在去往全越寺的路上失踪外 其余46人 皆在寺中向幕府自首 懂待幕府的处置 江湖百姓对这些浪人的复仇行为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幕府之中 也有不少他们的同情者 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一举 符合儒家的忠孝观念 应该大理弘扬 应对他们赦免 甚至连将军得传刚吉 都认为这些浪人 其穷可敏 行为虽不当 但出发点是好的 打算赦免 可是幕府毕竟是有法度的 如果赦免他们 那么随意复仇的事 就会越来越多 怎么办呢 将军决定 由出家的公辩法亲王 出面赦免这些浪事 但是法亲王跟将军讲 与其赦免他们 不如就重全他们的忠义之名 因为一旦他们将来 做出不法的事情 反而有损他们的清誉 谁能保证他们将来 不会犯罚 不如这个时候 重全他们的烈士之名 将军得传刚吉 情非得已 下定了决心 下令46名浪师切腹 他们的遗体 被埋在群越寺救主的墓边 而吉良家 则被幕府下令改议 吉良的儿子 以不救父恶之罪 被判流放 克死异乡 吉良家从此决死 秦也家则在将军死后 被新任将军赐以500代领地 成为幕府的起本 同时 赤岁浪人的后人们 也全部被赦免 赤岁47浪人的故事 直到今天 还被日本人津津乐道 多次被派出影视剧 在日本历史上 没有任何一起仇杀 能够留下 如此深远的影响 有人说 这是于衷于笑 是吃人的礼教 我觉得 这掺杂太多价值判断了 单凭他们 一一贯知自己信念这点 就足以令人敬佩 一个人为何活着 本没有答案 那么 一个人做何选择 就跟无关价值判断 最最令人动容的 便是那份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值过风雨兼崇的 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